3-3 开启书签列 那事实上这一排在这里很重要 是充弦老师把它打开的 从哪里打开跟关闭呢 请同学点选右上角的三个点点 点一下 接下来移到设定的地方 点选一下 这时候呢 好 右边的卷轴往下移 来 看一下这个地方 显示书签列 预设是这样哦 有没有看到没关键哦 来 点一下 切成蓝色就出这一排 再点一下 取消 打开 这就要显示书签列 这些功能的当你切换到蓝色 就表示打开的意思 所以同学务必要把你们加的 这个书签列打开 以后在这里点选就很方便 动物园 对不对 这个是转连P3的 那这个新增分页 去Google 我同时可以去看好几个网站 动物园 YouTube 转连P3 哦 如果碰到这个画面 我们顺便介绍一下 请同学点选封锁 不要显示通知啦 通知就要右下角一直冒出来 我们工作就好工作 要看 我们自己来看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来Google 哦 同时可以看 可不可以再开 可以啊 再点这新增分页 可以再开更多的页面 就要再开更多的页面 就要再开更多的页面 就要再开更多的页面